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才购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继续带大家去Tokyo 上一回时尚玩家带大家到东京去溜溜 去了竹地市场也吃了B级美食 当然这一集还有一头拉库的东京旅游达人 继续带大家逛东京 吃美食 在今天这一集的时尚玩家当中呢 邀请到知名网站爱饭团的创办人 热爱美食的他经常带领团友四处吃美食 也常常带老饕吃遍米其林餐厅 另外呢 也请到脸书上拥有高人气的粉丝专页 Sabrina味道笔记本 董志文的他对于东京美食也有独到的见解 听到这里呢 应该发现这一集啊 就是美食特辑了吧 贪吃鬼出发咯 带着无数老饕征服各大米其林的 爱饭团团长许心仪 他超爱东京米其林的百变样貌 他说呢 日本东京的米其林总数早就超过法国了 有日本料理也有法国菜 不但变化多 地理位置呢 也充满优势 不过吃米其林餐厅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 比方说要适时的展现诚意 像是呢 线上预约要付订金 或者是拜托日本朋友啊 亲自上门定位 那服装呢 也要特别的注意哦 因为日本人啊 连去吃拉面都要穿衬衫了 所以呢 甚至是穿Polo衫也是不礼帽的穿着 有些店会直接拒绝 或者是呢 安排坐厕所附近哦 了解米其林餐厅的这些美格之后呢 当然就要出发吃吃咯 首先来到的是米其林三星的 数据屋乔次郎 如果你看过全球知名的纪录片 寿司之神 一定对手艺高超的老爷爷 小野二郎印象深刻 数据屋乔次郎的寿司呢 对于温度掌控非常的完美 大部分日本料理都只注重 鲜度跟饭的硬度 却忽略了手感温度 不过大家吃第一口的时候 一定会睁大双眼啊 因为呢 饭的味道偏酸 但是非常的具有开胃的效果 连吃二十罐也不是问题哦 继续跟着许心仪的脚步 来到东京都千代田区的船 比起寿司之神的传统跟亲切 船的体验则是疯狂又有趣 主厨把日本料理用创意的手法展现 创新又不失传统日本料理元素 一路晋升到二星 后来又调回一星 那么主厨呢 还推出一道叫做 The Lost Star的料理 他也自嘲说 可能是因为这道菜的关系 所以星星不见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推出 那船呢 更拿下了世界五十大餐厅的 最佳注目奖 也是第一次 由亚洲餐厅拿下 接下来要请味道笔记本的版主 Sabrina在东京的旅程 如果有预算呢 就可以来吃这一些 这个推荐的料理 比方说呢 Betch Tokyo就是集法国 日本料理之大城 那这里呢 是全球第一家的香奈儿餐厅 以法式的手法 重新诠释新鲜度 非常高的日本食材 这里最推荐主厨套餐 采用当天市场最鲜的材料 甜点呢 也是另外一个亮点 以季节水果 打造视觉 味觉层次 非常丰富的珠宝甜点 不管是蜜桃甜点 大黄草莓塔 以及呢 有香奈儿logo的 巧克力干马卡龙 成就出 二心肯定的法式料理 吃完美食 当然要动一动 消耗热量 也许可以尝试 最近很流行的自行车 如果你也梦想 骑自行车环岛 除了需要一台 好骑的自行车 钱 行车装备之外呢 更要会一些 基本的修车技巧 千万不要错过 星期六下午 五点到六点 由DJ佩玄 主持的城市梦想家 邀请到自行车达人 来分享环岛旅游的 路线安排 景点分享 还有如何达成 挑战的撇步哦 以上就是今天 时尚玩家的私房行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 走遍天下 时尚玩家 吃香喝辣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 时尚玩家